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出席活动 面色红润 颜值爆表 一看就是身心健康的好孩子 杨子出席活动 颜值爆表 气质满满 他再次用他的美丽和自信 征服了观众 这次活动中 杨子不仅展现了外在的变化 更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成长与成熟 从家有儿女的 小雪 到如今备受瞩目的顶流女星 杨子的蜕变让人叹为观止 这次活动在成都的万象城举行 杨子空将MK品牌活动现场 他穿着经典的风衣 长发披肩 整个人充满了自信与光芒 他那红润的面色 清澈的笑容 让人不禁感叹 他不仅颜值再一次爆表 更重要的是他的气质也在飞速提升 可以说 他已经完全蛻变 不再是过去那个略显吐气的女孩 而是一个成熟 自信 魅力四射的女演员 从杨子的这次亮相 我们不难看出 明星换团队的重要性 自从他更换了团队后 无论是造型 妆容 还是整体风格 杨子都展现出了不同以往的风采 他的每一次亮相 都让人眼前一亮 干净利落的妆容 搭配简约大气的服装 杨子展现出的是一种高级感 一种明星独有的气质 这不仅仅是外在的提升 更是他从内到外的自信流露 杨子的美丽 不仅源于外在 杨子的美丽 不仅仅来自于外在的装造变化 更来自于他内在的改变 正如中国古语所说 红气养人 杨子的面色红润 皮肤光滑 看起来完全没有因为保持身材 而显得疲惫或憔悴 相反 他整个人充满了活力和健康 眼神明亮 笑容温暖 他的状态 无疑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 他不仅在事业上步步高升 在生活上 也是一位身心健康 积极向上的好女孩 他不再是那个稚嫩的小演员 而是一个逐渐成熟的女艺人 从外形上看 杨子显得更加大方得体 不再是那个总是被嘲笑 土肥猿 的女孩 他的美丽 不仅仅是表面上的 而是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 这种内外兼修的美 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提到杨子的成功 不得不提他的逆袭之路 作为一个从童星出身的演员 杨子的成长并不轻松 许多童星在成年后 都面临着转型的困境 杨子也不例外 他曾因为颜值不够 符合标准 而遭到网络的无情嘲讽 甚至被贴上 土肥猿的标签 在那段时间 杨子几乎成为了 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大家对他的容貌和身材 发表了诸多恶评 然而 这些攻击并没有打垮杨子 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并没有选择通过衣美和整容来彻底改变自己 而是通过微调和个人风格的塑造 逐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他的鼻子和下颌线进行了微调 加上更为成熟的长发造型 杨子的气质焕然一新 他的美丽 不再是仅仅依靠外貌 而是通过整体的气质和内在自信的提升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杨子 真正让杨子成功逆袭的 不仅仅是他外貌的变化 更是他在事业上的努力与坚持 杨子并没有因为外界的恶评 而停下脚步 反而通过自己的努力 用一部部影视作品证明了自己 从《香蜜沉沉浸如霜》到《长相思》 杨子的每一部作品 都表现出了他在演技上的不断突破 《长相思》中的杨子 展示了他在古装剧中的细腻情感表达 这种演技的提升 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他不再是仅仅依靠外貌的女明星 而是一位能够用演技征服观众的演员 杨子的成功 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离不开他背后团队的支持与帮助 尽管如今的杨子 在外形上展现出了成熟的一面 但他内心依然保留着那个爱笑 俏皮的小女孩 在这次活动中 许多粉丝都夸他越来越有淑女的气质 但杨子却笑着回应 我还是那个小姑娘 这种不做作 真实随和的性格 正是他在娱乐圈内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他没有因为自己成为了顶流女星就摆架子 反而始终保持着亲民的态度 与粉丝们打成一片 这种真实的性格让他在粉丝中有着极高的口碑 杨子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的外貌和演技 还在于他那坚强的内心和不屈的精神 面对外界的批评和质疑 杨子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用作品和实际行动回应了那些质疑声 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是他能够走到今天的关键因素之一 他从不放弃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从容 杨子的未来 这次活动中的杨子 无疑再次向外界证明了他的魅力 无论是外貌 气质 还是他的职业生涯 杨子都在不断地突破自己 向更高的巅峰迈进 他不再是那个稚嫩的小女孩 而是一个真正的巨星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且从容 仿佛一朵正在盛放的花朵 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杨子的未来无意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他不仅在影视圈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在时尚圈也逐渐展露头角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多面性和无限潜力 无论是在大荧幕上还是在小银屏中 杨子都能够用他的演技和魅力吸引观众的目光 未来 杨子无疑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90后女星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无论是作为一名演员 还是作为一位明星 杨子的未来都让人充满期待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的杨子会在演艺道路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总而言之 杨子的成功不仅仅是他外貌的变化 更是他内在的成长与坚持 他用他的努力和实力证明了自己 从同兴到如今的顶流女星 杨子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且从容 他的未来无疑会更加辉煌 结论与启示 杨子的成功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首先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外貌的改变固然能带来一时的注意 但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长久成功的 是内心的坚持与不断提升的实力 杨子的逆袭并非单靠外貌的改变 而是通过长期的努力与演技的打磨 才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认可 其次 杨子的职业生涯也向我们证明了 成功并不取决于一时的运气或机遇 而是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面对曾经的网络嘲笑和质疑 他选择了默默积累 用实力回应了所有的批评者 这给我们上了一课 无论遇到多少挫折与挑战 坚持自己的道路 终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最后 杨子的真实和不做作的性格也提醒我们 无论在什么领域 保持真诚与亲切的态度 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支持 他与粉丝的互动和随和的性格 让他在娱乐圈内外都获得了极高的口碑 说明了一个明星 不仅要靠实力打动人心 还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情商 总的来说 杨子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外貌逆袭的传奇 更是一堂关于坚持梦想 提升自我 坚持不懈的深刻人生课程 无论你身处哪个阶段 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汲取力量 勇敢面对挑战 努力提升自己 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 杨子的未来充满光彩 而他所展示的精神力量 也将持续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逐梦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